好 现在的小朋友呢 天天捧着3C成品 南加州这一个关怀教育 还有社会公益的社团 将在8月6号还有8月7号这两天 举办幸福亲子成长营 就是要来帮助华人的家长 发现孩子的优点 培养亲密的亲子关系 想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吗 家长和儿女一起DIY做美食 动动脑筋 动动手 发挥创意 看一个个可爱的御饭团 大功告成 成就感写在脸上 好玩的还有低头写卡片 勇敢写出感谢感恩的话 一张张卡片传递对父母的亲恩 在台湾举办幸福亲子成长营 大人小孩一起来参加 培养亲子关系 就从这里开始 很多hands on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会有戏剧 我们会有亲子一道做餐点 然后孩子会去寻找妈妈的脸 妈妈的手 然后会去感念 妈妈到底在从怀孕带给他这个生命 一直到现在长大 为了他付出了多少的辛苦跟心力 那让孩子能够体会到父母的生恩 活动精彩丰富 第一次来美国办亲子营 台湾专业亲子教育团队 原资原味来助政 他们不但经验丰富 设计各种亲子互动的活动 得到教育部的肯定 透过活动更能深化亲子的关系 透过这个亲子营呢 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不同的世界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透游这个营队呢 我们可以学习到人跟人互动 这里面他会介绍我们很多的价值观念 幸福亲子成长营 值得期待 机会也难得 鼓励家长陪子女一起来参加 欣赏自己的孩子 发现他的优点 让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 是天下父母最大的心愿 更多相关的讯息 欢迎上官网查询 东西新闻彭迪英红文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